這一次就像打達所講的 如果拿到金鐘獎 最佳節目主持人獎 他一回到家走進來 日安完美 那憲哥一直開玩笑 會不會覺得很酷 我問他 他問 我很清楚 我還好 被憲哥挑看 家中地位被超越 柯佳彥高EQ回應了 慢慢做起來 一步一步來 若不是天才就慢慢灌開 吳宗憲 坤達主持的 綜藝丸很大 雙料入圍金鐘獎 在12號分享會上 憲哥依舊效果拉好拉滿 時不時Cue一下話少的 達達炒熱氣氛 大熱門對點點很重要 那這一個講座 對達達很重要 今天如果說這一個能得獎 跟不得獎的差異在哪裡 在於達達 在他家裡的地位 沒有 這一次就像達達所講的 如果拿到金鐘獎 最佳節目主持獎 他一回到家走進來 達達是第一次入圍嗎 第一次 今年算是他自己 給我他實力拚來的第一次 第一次入圍 然後第一次就得獎 哇 那在家裡的地位 不得了啊 我們達達紅多了 開玩笑 憲哥就是每次在大熱門 我們都會做很多婚姻的主題 他都是婚姻分裂的元凶 就他 就做效果天王 結婚 是離婚的原動力 你是誰 你剛剛來講的 欸欸欸欸 這一條 不離 哪來的結呢 你剛剛問我會不會緊張 最緊張的就是憲哥的發言 你是憲哥的發言 你是我們四個都緊張 果然是綜藝天王正常發揮 該緊張的是這位吧 不知道老婆大人怎麼看 但憲哥有一直講說 如果他真的拿槍的話 家中平常會升高的證明嗎 其實我有點不太懂這個邏輯 我覺得兩個人相處就是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第一第二 甚至一家之主這個概念 我覺得在一點就是互相 所以也不會因為工作多或少 或是得不得獎這些事情去影響什麼 那憲哥一直開玩笑 要不會覺得很困難 我有問他 他問 問清楚了 我還好 還好 我比較慢知道 我沒有那麼同步啦 我有稍微就試試看 遠離社群 然後就發現沒有在用社群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感覺是比較清爽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太依賴社群 上面的資訊也比較 比較大量比較複雜 我會頭腦比較辛苦 好 愛你們啦 辛苦啦 嗨 大家好 我是吳東憲 我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最少爺爺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相機 祝福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今天要祝福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 祝三地新聞網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了 哇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